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林多前书》13章8节 凡接受上帝的委托明白现代真理的人 上帝都期待他去做个人的工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爱国传道 但每一位都可以在自己的家 或者论舍之中做家庭的报道 信徒将信息传给周围的人方法有很多 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过一种无私忘我 落于做人的基督徒生活 有很多人在人生的战场上面 奋斗得精疲力竭的人 我们不用花什么的钱 只要对他们细心关怀 就能使他们得到安舒和力量 简单地说出人爱的说话 简单地给予微小的关注 就会消除笼罩在他们心头的视探 和疑惑的乌云 真心表示基督化的同情 虽然是简单地给予 但就有无穷的力量打开他们的心门 人心需要基督精神单纯微妙的感动 基督是多么乐意地接纳凡愿意归向他的人 他使人神合一 以便他将 道成欲生之爱的奥秘传给世人 应当谈论、祈求、歌颂 使世界充满他真理的信息 并且继续推广 直达遥远的地区 天上的森林等着要和人的合作 好向世人显明 人类能够到达何等的地步 藉着他们的影响 在拯救将亡之人的事上面 能够有怎样的成就 凡真正悔悔的人 心中必定充满上帝的爱 以至渴望想将自己的喜乐 分给其他的人 主希望他的教会 将圣洁的美显示给世人 他需要表明基督徒信仰的能力 在基督徒的品格上面 要将天国反照出来 要使凡在黑暗之中的人 都听得到感恩和重赞的歌声 我们为了福音的好信息 为了福音的应许和保证 应该借着使别人得益的努力 表示我们感谢的心情 从事这种工作 就能够使天上公义之光 照亮 疲倦 困惑 受苦的人 就好像为 疲乏干渴的客女 开了一个泉源 凡是仁慈的行为 出乎爱心的作为 都有上帝的天使在场 今天的神中科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